天下第一剑法六脉神剑到了射雕英雄传中为何会消失 作为断世子弟的一灯为何不会用 答案并不是因为失传 关于六脉神剑为何没有出现在射雕中 猜测呢很多人可能会说 因为金融是先写的射雕英雄传后写的天龙八部 其实呢这个回答并不太对 金融先生虽然先写的射雕英雄传后写的天龙八部 但是金融武侠每本书在最初的连载版后都会经过两次修改 这是后来的三连版和最新的新修版 而在老版本中一灯甚至都不会一阳指 而一阳指也还是王重阳的专属武功 所以如果说六脉神剑为何会在射雕中失传 只以两本书先后完成的时间来做理由 相信呢还是让人难以幸福 另外呢六脉神剑也不存在失传的可能 首先六脉神剑剑谱被枯荣烧掉后 原文是这样描写的 本燕等一剑黑燕便知失处 念慰玉碎不肯瓦旋 刚心将六脉神剑剑谱毁去 好在六人心中分别记得一路剑法 但也强敌退去再行默写出来便是 只不过祖传的土谱却终于就此毁了 由此可见六脉神剑剑谱早被六人记下 另外当于结局前也回到大理 想默写出六脉神剑剑谱也不是难事 所以六脉神剑并没有失传 既然六脉神剑还在 为何再没有出现在射雕中呢 毕竟两本书的时间背景仅差了100年左右 大理端氏子孙伊丹大师还活跃在射雕江湖 这当中的理由主要有三个 首先六脉神剑是大理天龙寺学学 想学六脉神剑必须要在天龙寺出家 否则也不至于当初的大理国皇帝段正明 都没有听说过六脉神剑的名字 段玉学六脉神剑是自学是特殊情况 而伊丹出家后就一直游走于江湖上 没有在天龙寺待过 所以他压根可能就接触不到六脉神剑剑谱 天下第一剑法六脉神剑到了射雕音声传中 为何会消失 作为段氏子弟的伊丹为何不会用 原因二 学习六脉神剑的门槛太高了 即便是段玉和天龙寺把六脉神剑交给伊丹 以伊丹的内功修为恐怕还难以练成两脉以上 前面的内容呢 分析过整个天龙八部都有可能修成六脉神剑的人 只有段玉和虚竹 有坦致勉强算半个 其他人都不可能修成完整的六脉神剑 因为六脉神剑对内功的要求太高 九毛制作为天龙八部中 除扫地丛脉第一剃队的高手 他在听说六脉神剑神剑时 心里想的想法也是 六脉神剑绝非人力能够练成 并且九毛制的内力在全书呢 也是开挂般的存在 请问内力一一划六 凝在半空 然后大战天龙四六人 而骷龙也是将内力分成的 十六道指令袭击九毛制 可即便是强如骷龙禅师 也最多只能学一脉剑法 伊丹的武学成就 即便有可能高于骷龙 也最多两脉剑法 毕竟呢 后期跟金轮对攻了几招 头顶就立即变得跟真龙一样 原因三 一本书一套武学体系 六脉神剑被永远定格在了天龙八部 虽说想练成完整的六脉剑法太难 但想学成一脉剑法却要容易不少 也许天龙四内练成一脉剑法的人不少 但金龙并没有给练成之人表现的机会 因为金龙想把一阳指拉回属于他的高度 毕竟一阳指本身高度就不低 而在天龙八部中表现呢 却有些拉垮 多写一阳指在一定程度上 是把一阳指拉回了正常高度 而且呢 金龙的书有一个现象 一种武功不会被写进太多本书 独孤九剑 六脉神剑 北冥神功 这些注定只能定格在一本书 反过来看 就知道金龙士有多喜欢翔龙十八掌了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 一灯的一阳指究竟是极品 它有可能学成完整版的六脉神剑吗 有人认为一灯的一阳指在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以此来说是达到了一品一阳指 根据天龙八部中的旁板 一品一阳指和六脉神剑在威力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从一灯一阳指的表现上来看呢 还远远达不到六脉神剑的水平 六脉神剑的水平呢 是碰到宝刀宝剑一碰几毁 是真正的无所不惑 说一灯一阳指是一品的 不知道是为了吹一灯 还是为了黑一品一阳指 另外呢 还有人指出一灯的一阳指能打一丈远 因此呢 断定一灯的一阳指达到了一品 其实呢 按照金龙先生给出的内力射程 像六脉神剑火焰刀一阳指这种功夫呢 最高的射程是可以达到两丈的 断正春一阳指指力无法突破 只剑三尺 但断正明曾用一阳指指力 凌空给干宝宝解学 把中万筹下成了表情包 当时的距离呢 推测呢 恐怕也不会低于一丈 而这还是中年断正明的水平 天龙四之战中 金龙志用内力以一化六 攻击天龙四六僧 后来空中禅师 以一阳指指力 划出了16道指力袭击金龙志 两人当时的距离推测呢 也不会低于1.5丈 毕竟呢 空中是坐在五本之后 所以一灯能在一丈外攻击金龙 一丈这个距离 在天龙八部当中呢 一般高手都可以做到 并不算是什么 至于一灯的一阳指修为 能达到几品呢 本应曾说过 自己再活一百年 也不可能达到一品一阳指 空中活的大半辈子 估计呢 也就是三四品的样子了 因此呢 由此来推断 一灯即便是稍微强一些 但他的一阳指呢 很难超过三品 估计呢 还有人会说 先天弓的问题 当一门武功 无法转换成绝对优势的时候 其效果呢 也就很一般了 比如一灯的一阳指 加先天弓 吹得再神 他的实力也在四角范畴 其用对老四角的定位呢 很清楚 就是不分伯仲 完全是同一水平 而没有学过先天弓的老顽童 周伯通 最后的内功成就呢 恐怕还在一灯之上 所以如果一灯学六脉神剑的话 大概就只能学成一脉 再都不可能超过两脉